從哪裡來 那個文件從哪裡來 可是我們先來看 這一次世界主教教會想要強調的精神是誰 第一個是 回復聖神在教會內 在歷史當中 怎樣帶領教會往前行 回復聖神在教會內對我們的帶領 這也是 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召開這個會議的那個內在精神 是我們所有主教人跟著教宗一起 在聖神內的帶領 來聽見 來看見教會的現況 然後為這個教會的現況 提出 具體的方式來面對 再來是 活出一種 參與性 與包容性的教會 希望在這一次的世界主教會議當中 達到這個目標 這個參與意思是 所有人都參與在這個會議當中 所有人都參與在這個會議當中 然後我們可以彼此的聆聽 彼此的接納 彼此的了解 然後願意 去了解對方 所認識 然後更進一步的看到說 如果我們要去完成一個計劃 我們要去完成一個使命 我們應該 怎麼樣 做 所以需要我們 達開心 彼此的 彼此的包容 這樣子的一個會議 才能夠 如期的 展開 再來 再來是 認輸 並珍惜 聖神為了教會的團體的益處 也為 整個人類 大家的益處 意思是 我們在這個會議當中 我們願意聆聽的是 聖神給我們的代表 不單單是彼此所提出 彼此所分享的意見 而更是 聖神怎麽樣 聖神怎麽樣 藉著我們過去的生命經驗 再帶領我們去看到一個更大的使命 而這個使命 要求你和我 跟能夠彼此的聆聽 而你和我都願意去努力去付出 就算我可能 沒辦法做到 可是我願意去學 我願意嘗試的去學 學得到我能夠去達成 這一個使命 所以我們是否有這樣子的一個準備 為了這樣的目標 然後再來是 在傳揚福音 智力建設 一個更美好 適合 居住的 世界 也就是 我們怎麽樣在我們生活當中 表達出 這個福音的精神 正義 和平 忍耐 我們能不能 從我們開始 從我們自己開始 來以這樣的精神來生活 把它帶到我們家庭當中 工作長的當中 帶到我們的堂區 跟基督的 就帶到我們人家會當中 我們是否 有這樣子的一個可貌 好 如果我們在這個世界主教會的這個準備活動當中 我們也願意一起來審視 責任跟權力如何在教會裡面實踐 我們教會有 整個制度 教會有一個行政的制度 有一個聖統制 主教 神父 平靜靜 這個聖統制 從客觀的邏輯上去看 它就是從上而下 更好說 你也可以說它是從內而外 也就是 在這個聖神的代理之下 才呈現 那共異性的教會 是什麼樣的模式 從客觀的邏輯去看 它是從下而下 也就是所有人一起參與 所有人一起分享 所有人一起討論 然後把意見 一層一層的往上提 就是共異性的教會 想要呈現出的模式 這個模式並不跟 教會的所有的聖統制 相同 意思是 我們每一個人從先認出 我們都是天主的主人 我們每一位都是教 意思我們是教會的成員 可是因著我們每一個人 所領受的 職分的同 我們擔任各個角色 我們當中 我們的 中文主教 擔任主教的 這個職分的角色 我們是我們當中的神父 我們當中來修 我們領受不同的招教 我們一直這個招教 而領受這個職分的 是 做到 我們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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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的職分 我們就是一個